哈囉 嗨 你好 我是翠翠 好久不見 應該有10天都沒有見面了吧 大家會不會想說 欸 翠翠去哪裡了 這個頻道怎麼沒有更新了 要來跟大家解惑啦 因為我的頻道在8月18號時上傳了一部 九大不可搜尋的關鍵字影片 那部內容有血腥及暴力的題材 雖然關鍵字跟有血的畫面我都有消音跟打碼 但還是被警告下架了 那其實第一次犯的時候頻道是不會被ban的 他只會單純寄信警告你 然後第二次開始YouTube才會禁用你的頻道 那為什麼我會被禁呢 因為我在第一次傳這部影片的時候 他的觀看次數跟後台數據整個都超級奇怪 所以佑哥就建議我晚一點再上傳一次 因此我過了三個小時之後 又將影片重新上傳了 數據果然回歸正常 但是呢 當天晚上的10點半 我就收到第一部上傳影片的警告通知 我直接驚呆了欸 因為那部影片我早在下午 上傳第二次之前就已經刪掉了 我立刻聞到了不祥的預兆 直接火速手動下架第二部影片 就是第二次重新上傳的那部影片 結果10分鐘之後 非常不幸的我還是在收到了第二部影片的警告 並且我被停權了一個禮拜 那YouTube的規則是 違反第一次吹哨警告 但還是可以發布影片 違反第二次黃標警告 會停用所有YT功能一個禮拜 違反第三次的話就是局牌警告 停用YT功能兩個禮拜 那如果在90天之內違反第四次的話 頻道就會從YouTube永久移除喔 所以我8月18號那一天 一次收到兩個警告差點嚇死 而且由於我被停用所有YT的功能權限 我無法用發文直播或發片的方式 告訴大家我這週無法出片被停權了 我只能透過IG來告知大家 那還是有蠻多人沒有追蹤我的IG 所以不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還沒有追蹤脆脆IG的人 趕快追起來 欸怎麼轉的那麼順 那我現在8月底會去考多億 所以現在優先準備考試 9月開始就會固定每三天出一部影片 有沒有很刺激啊 之後呢我會往生活挑戰類型的影片發揮 應該是不會再做恐怖類型了啦 一方又被BAN 而且蠻多餅乾們也跟我反應 他們不敢看那麼恐怖的影片 不久前我在YouTube有發起投票 問大家說最希望看我拍什麼影片 第一名就是將近有50%的人 投票都希望我拍的生活挑戰類型啦 目前我想到的企劃有便利商店 前五名好吃的食物 及用Fu Panda點最貴的一餐 大家還有想到什麼有趣的生活挑戰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如果我選到你的留言 拍成影片的話會放上你的名字喔 最後我在主頻道被BAN的這10天裡面 其實副頻道都有持續上傳影片更新喔 內容是我跟優哥的有趣日常互動 長度多為1-2分鐘 看起來完全不會費力喔 國家大事管不起 小青小愛我可以 大家快來看看吧 喜歡的話可以順便訂閱喔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的可以點一個喜歡 希望我永遠不會再被BAN了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